歡迎各位再次回到海洋之窗的節目 我是鎮修科大的方立行 今天我們請到了一位造船的理論 實務及管理專家 陳李玲 陳總經理 我們請他繼續他的人生旅程 我們在想一個造船廠 你雖然只要的策略 剛剛我有談到 台船因為內外環境 作為所謂分析 競爭力的分析 強項分析 早是一個發展的指著 但是一個造船廠只單一個指著 他是不能完全產生他的價值 也許專精化 從企業經營的角度 他可以穩健的 做得最好去賺錢 但是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還有台船他現在 以前是公營失業 是由國家投資 現在雖然民營化還是關股佔大部分 他的論務是執行國家的政策 還要支援國防的建設跟武力 還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所以我們不但在機制的基礎之下 不斷地精進 讓我們除了把專業的貨櫃做得最好 還要有機會做很多特種傳播 如果我們國建國造 有一個國家的國防武力 如果都是靠外面買 當你戰爭的時候 你的零配件的損耗破壞 或者傳播的這個 因為擱淺或者因為折舊 或者因為戰爭的受傷 你是不是暫停 先不要打我 等我從美國從日本進口再來打 我相信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自己的機制 那這一方面 我們就要建立我們的一些維修 跟保養的一些機制 還有在國內自行開發一些零配件 這一點也是台船另外一個 致力發展的一個機制 這裡面不但要有造船的機制 也要有修船的機制 也要有機器的機制 也要有市場調查 跟供應鏈管理的機制 另外還有一些所謂替代方案 當你戰爭的時候 你最好的零配件 沒有辦法一直買到 你在緊急的時候 可以用替代的零配件 或者是替代的方法 讓維持這個傳播的動力跟戰力 所以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這機制就要考慮到 所謂備份 reundancy 也要考慮一些應變的計畫 這是一般教科師學不到的機制 因為台船的特師在台灣 他唯一最大的造船廠 又是國營出身了 現在又是關谷的控制的公司 我們有我們的國航論路 那我們在發展特種船舶 要需要這樣的時候 我們也要去學會它的設計 例如說金艦 七十艦有七十艦的設計的要求 這個巡航艦有巡航艦的設計要求 補級艦有補級艦的設計要求 另外要考慮它的經濟性 很可行性 所以我們海行駛的這個 這個巡航艦 或者是富裕的這個防衛艦 又有它的要求 另外我們台灣是四遍航海 返海 我們的一夜資源 我們的能源資源 其實在路上的食物資源是不夠的 像我們今天的主持人這個方老師 他是海洋這方面的專家 今天是題目海洋之窗嘛 是不是 事實上是非常有意義 台灣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這個平地占不到百分之二十 我們的 心啊 我們的生存 我們發展的其實在海洋 我們如果把十二海里的海洋加起來 我們海洋的領土啊 比度上大得非常大 何況我們要發展兩百海里往外 所以在乾淨能源 在這個海洋資源 我們需要有一些研究 從國防 我們也需要我們周邊海域了解 我的潛艦要 人家敵人的潛艦會擺哪裡 我的潛艦會擺哪裡 都要研究 所以海洋的研究 海洋的調查 變成台灣要求生存 我們是磨發展一個非常關鍵的機制和領域 但是 任何一個 機制發展或者一個研究 它總是要有工具 那造船 船舶其實也是 它也是載機之一 它也是載機之一 這跟軍艦一樣 軍艦的船舶叫載台 Platform 它的目的就是要提供一個 安全安定能夠發揮武器系統 跟通信系統跟作戰指揮系統的 最大戰力的工具就是載台 那提供這個環境是造船舶的責任 同樣我們在這方面有做軍艦的基礎 有做整個船舶 振動結構分析 噪音分析 抗技波浪 抗技風力的這個基礎的一些科技 那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可以來做一些特色的研究船 那各位知道 左馬行船三分線 這個船舶的安全 除了你的設計要考慮以外 你的輸工的可靠度要考慮 你的整個逃生通信的系統要考慮 還有你的船連要考慮 剛剛節目在中間 各位這個 黃老師提醒可能有一些學生 或者有一些我們社會的這個同胞 他可能會對最前面有一些所謂 海洋五號的這個事件 可能會有信息會有質疑 我認為海洋五號詳細的原因 其實是要以 官方調查的很客觀的那個 醫技論專家調查的為止 這個船舶要發生海難 其實不容易 但是他可能發生海難的 有可能是設計的問題 有可能是建造的問題 有可能是操作的問題 有可能做一些損害管制 緊急應變的問題 也有可能所謂只有上帝知道 叫天有不測是風雨 那這個原因我想官方都已經有 這樣的一個報告 不過我們希望用最新的科技 就是當你自動導航的時候 偏離航線的時候 他有一些警報系統 是我們現在所謂 俗誤的操作的時候 我們進一步去發展 就是說他的安全設施 因為所謂輪連上帝都會湊 不要說輪 你再好的科技 再好的工具 再好的設備 還有再好Wear Training的這個傳染輪 都會有失誤的時候 我們與現在的管理科技 跟造船機制 跟通信警報系統 我們現在在發展的一個 像這種高科技的海岩 船舶或者軍艦 我們會有一個自動導航以外 還有一些備份 萬一他失效以後 會自動把你轉回來 另外還會有自動發生 發出求救訊號 另外有警告系統 讓前場起來 那平常就要訓練 但是我們造船廠 造船科技輪連 造船輪要提供各種 能夠想到 而且適合的科技 把它整合在一條船上 那也就是說 從海岩5號的過程 我們不要一直去說 是誰的原因 我們應該要來想 我從從事造船廠的人 如何在我的科技 在我的專業 能夠來容許 每個人都有輸出的空閒 而且能夠切保 這個輪延傳播儀器的安全 還有一些 已經辛辛苦苦調查分析資料的安全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挑戰 所以從這邊看起來 整個造船的科技 事實上它不是只有表象說 Navy Artitecture 就是會看一個外殼 這個馬鈴眼尼尼爾 輪機公司就會搞個機器 這個通信 就是搞通信 尤其現在的戰爭 所謂主管通勤 你在金艦裡面 大型的金艦要做戰場管理 還要跟陸上的炮 還要跟天上的飛機 還要跟水下的潛水艇 所以它有空中作戰 水面作戰 水下作戰 陸上指揮通信資源 還有另外幾部的戰場 所謂降在外金面有所不受 那你如何讓它金面有所不受 還能夠控制 因為過去是一個將軍拍在外面去 通信不發達 所以才會降在外 金面有所不受 現在連衛星通信 連外太空都可以通信的 所以現在的一個金錢出去 其實在我們中央的國防控制單位 它的整個動態都一清二次 飛機走到哪裡 你自己不清死 搞不好你的競爭對手 你的敵國都比你還清死 所以我們還要發展這些 整合跟通信 這就是非常高的科技 那我們在台灣發展傳播 我們是要來帶動整個供應鏈 整個科技的整合 從火車頭工業的角度 我們不但要精進自己造船本業的機制以外 我們還要很開闊的心胸 去學習去引導其他產業的科技進來 也就是我們希望現在推上造船供應鏈的一個策略 那我們希望全民來支持 其實這造船表面上是在海邊的船 事實上這個發展豪 它有很多科技可以用到我們入場生活 最重要如果這個傳播科技好 可以提供這個海洋生物 海洋能源還有海洋探測 讓我們更環保更注意勇氣 讓我們的資源更好 我們一直在那邊精耕深耕 不該開花的山坡地也開花 造成這個杵石流 因為我沒有飯吃 我們現在溫室效應空氣不好 現在PM2.5很多 好像台灣的肺癌的比例一直提高 那我們如何用乾淨能源 這就是我們台灣要求生存發展的答案 那這裡面造船為基礎的這種科技 可以提供我們一種可能也是一種基礎 那另外我在想 台船也是基於這個理念 我們以造船為基礎 我們發展叫做海洋工程海洋科技 所以我們也希望整合很多海洋探測海洋研究的專家 分造船的基礎的專家整合在一起 希望對這個海洋科技能夠有所貢獻 我看那個陳麗林 陳總經理 可能對我們台灣的期望 不是只是把台船做好 而是把台灣的造船業 變成世界的一個新的產業的領頭羊 把事情講小一點 不要講得那麼偉大 他可能真的已經在想說 把台灣的造船業 研發或者推展到更多的海洋工程 我舉個例 譬如說你剛剛講的可能是海上風機 海上猶台 甚至是海洋城市 甚至是海上的養魚的基地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大的目標 這個目標跟現在全世界的造船的展望 是怎麼樣結合 或者他們兩個是不一樣的呢 我可不可以請陳總經理 能夠幫我們在這個臨時衍生的項目上 做更多的說明 我們就期待下一節了 謝謝 謝謝 好